他一定會積在這裡 對對對 那你這地方鼓鼓的嗎 那你會不會因為這個張鈺的作用 最後這個老化之後會積破 其實說真的水要進到這個面上來的機會不大 因為我們的網本身是有做卡榫式的 它本身就是水不會滲透到裡面去 你要過去看就看得出來 它重疊的地方有卡榫 所以水基本上會進來這裡的機率是很小 除非是颱風天 有比較強的風力的時候 穿過那個卡榫 用強風的狀況之下把水 從那個卡榫突破出去 很有可能 一般正常的狀況之下 它水是不太會在這邊流動 就算水在這邊有在流動的話 其實它這邊要蓄積的量也不會很多 對 蓄積不會很多 最怕的就是說當這個